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二的深夜,亞洲杯斯組友好戲上演 伊朗和亞聯酋將展開較量 兩對目前位居小組前二,伊朗已經提前出線 而值得4分的亞聯酋仍有可能被巴勒斯坦後來居上 值得提的是,亞聯酋上將球隊主帥 至於保羅賓圖以及後衛K.艾哈馬迪坤染孔 今集無緣出戰,面對陣容更齊整的伊朗 亞聯酋今集難記口望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措施的現場直播 伊朗不但現在是師組第一,而且他們兩場比賽已經攻入五球 是小組中進攻最強勁的球隊 除此之外,伊朗分組賽至今只失了一球 這個失球是拜巴勒斯坦所賜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各場比賽中 伊朗上半場已經確立三球的優勢 這個時候伊朗幾乎已經將勝利收入狼中 在巴勒斯坦上半場保時階段返回一成後 下半場後被出戰的前鋒沙達阿斯摩因為球隊攻入一球 巴勒斯坦再無能力的反抗 從整場比賽來看,伊朗始終佔據主動權 被巴勒斯坦攻入一球純屬意外 畢竟伊朗上將對陣中國香港,全場比賽都沒有失球 再加上攻擊手M加耶迪一戰定江山 最終伊朗1比0小勝中國香港 有見及此,現在的伊朗學衛攻守兼比 面對FIFA排名只有64的亞聯酋 FIFA排名21的伊朗本輪有力再添勝職 對於亞聯酋來說 本場比賽對陣伊朗恐怕是他們今屆 亞洲杯最為艱難的一場戰役 首先,球隊FIFA排名遠低於伊朗 前者從指面實力上並不如後者一般強大 其次,球隊主帥保羅賓圖和後衛期艾涵馬迪 上將被紅牌罰下,金像無緣出戰 兩人的缺陣勢必會對球隊的臨場調度 以及後防線表現造成相當不利的影響 再加上亞聯酋並未有鎖定出線 身後的巴勒斯坦仍然有可能通過正勝球實現反超 一旦亞聯酋跌至小組第三,球隊就不得不 與其他小組第三進行比較來決定是否能進級 因此亞聯酋今仗都不敢懷慢 他們至少要迫和伊朗才能徹底鎖定出線的資格 只可惜亞聯酋過去五次面對伊朗全敗 再加上陣容決心 實力有所下滑的亞聯酋今次控多個少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1首會把邊黎小集合 提供損錠 Value